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晨 台湾宜兰的大西渔港 渔货已经上岸 巡货河豚不仅靠经验 运气也是关键 货源很少 知道哪个地方有货源的时候 我们就先放一笔锦在那边 来跟他们讲说 如果你们有货就尽量留给我 有毒没毒都寄给我没关系 回来我们自己再筛选 料理河豚如刨丁解鱼 剔出毒素反复冲洗 应该是认识河豚的品种 因为河豚的品种 有些有毒 有些没有毒 有些品种皮不能吃 肉可以吃 那有些是连肉都不能吃 它的肉质其实跟它吃的东西很有关系 鱼肉渐显经营 保留本味是至上的追求 花纹豚切断 经得住滚水的熬煮 青豚切薄至剔透 入口即化 鱼鳍也不会浪费 炉中烤干 显出另一种神秘 河豚树吃 是简容山引以为傲的绝技 凉拌鱼皮 酥炸鱼块 不过是盛宴的接木 火锅刺身才是真鲜的核心 这一块是河豚的嘴巴 可能看起来很恐怖 但是这一块是最好吃的 因为河豚的嘴巴是唯一的地方 冻得最多 所以它胶质非常的高 这个大概要煮一分钟 它的口感非常的Q 简单的冷热 便可释放出河豚圆出的鲜甜 鱼嘴软糯 鱼皮脆弹 鱼肉碱食 不同部分呈现出 缤纷的口感 而一杯烤鱼鳍 浸泡过的清酒 又将所有的味道 归于大海 陈典 中文字节目 制作者 李宗益